二,猴子般的形象,引之圣经上所说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来造成的那种观念,我们必须抛开,我们觉得我们是由猴子的形象而来的,同时,如把我们和那完美的上帝相比相差之远,犹如蚂蚁和我们一样的小巫见大巫,我们是聪明的,这一点我们十分相信。 因为我们却有心智,所以对自己的聪明常常有点骄傲,可是生物学家来对我们说,这个心智可以用言语来表示的思想而论,尚是一种晚近的发展,在那些构成道德本质的要素中,除了心智外,还有一些动物的,或可说野蛮的本能,这些动物力比心智更大,而事实上也就是这些东西使我们在团体生活中做出各个错误行为。 这样我们更能了解那个自傲的人类心智的心智。 第一,我们见到这个心智是一个相当智慧的心智,但也颇有缺憾。 我们考据人类头颅的进化,知道它不过是一根脊椎骨长大而成的,所以它跟脊髓的功用一样,只是在意识到危险,应付外边的环境和保存生命,但不在于思想。 思想的工作大多是做得极笨拙的。 亚瑟·巴尔夫勋爵·罗特·鲍夫尔,英国首相中的哲学家,曾说,人类的头脑对于寻求食物和猪鼻一样的重要。 这一句话已可使得不朽了,我以为这句话并不代表有真正的玩世态度。 我以为他说这话,不过是基于他对人类的一般理解而已。 我们由创始的方面了解我们人类的不完美。 不完美吗? 很对,造物主就是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,不过问题不在这里。 主要的一点是,我们的元祖都像人类泰山那样,在森林中游弃,由这个树枝当到那个树枝,或像长尾猴那样,用一只臂膀或尾巴勾住树枝倒旋着溜。 在我的心目中,以人类的进化而论,把各个阶段分开来看,可说都是极其完美的。 可是现在,我们需做一种困难万倍的调整工作。 当人类在创造自己的文化时,在生物学方面将来,所走的路径也许会使造物主下一大跳。 以适应大自然而论,生于大自然的一切动物是极完美的。 因为造物主已把那些不能适应大自然的动物都灭尽了。 可是现在,我们无庸适应大自然,我们只需适应自己,适应文化。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,一切本能都是美好的,健全的。 但是在社会中,我们把一切本能都叫做野蛮。 每只老鼠都偷吃东西,但它并不因这种行为而有损于道德或变成更不道德。 每一只狗都废,每一只猫晚上总不回家或是破坏物件。 每只狮子都杀害其他动物,每匹马看见危险都跑开。 每只乌龟都把一天宝贵的光阴在睡眠中消磨掉。 每只虫,爬行动物,鸟和兽类都在大庭广众之间生产自私。 以文明世界的语词来说,每只老鼠都是盗贼,每只狗都太会吵闹。 每只猫甲卢不是艺术品的野蛮破坏者,便是不忠实的丈夫。 每只狮子或老虎都是狮杀者,每匹马都是落魁者,每只乌龟都是懒鬼。 最后千百种族,爬行动物,鸟和兽类疑虑都是引尾的。 世间时的评价有着多么重大的变动啊。 这就是使我们惊讶造物主把我们造的这样不完美的理由。